一碗红糖放锅里面 一碗红糖放锅里面 煮到融化 给它煮到融化 没有比例 想放多少放多少 放火放凉 放凉到不烫手就可以了 放半包酵母粉 放半包酵母粉 再打两颗鸡蛋 再打两个鸡蛋 再搅散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散 加面粉一点一点的加进去 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这个样子应该就差不多了 饺子这种浓稠酸奶状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发酵一个小时 盖上盖子发酵一个小时 再搅搅排一下气 时间到了搅一搅排一下气 准备四个小碗 准备四个小碗 来一点油 每个碗里滴一点油 我家没有刷子 就用手把它涂抹均匀 我有两把刷子 我用刷子给它刷均匀 现在就可以倒到碗里面了 然后就可以给它倒在碗里面了 那就可以放到锅里面 再发酵十分钟 再给它放到锅里 不要开火发酵十分钟 可以放红枣 发酵好以后放一点红枣 放葡萄干 再放一丢丢葡萄干 再开大火蒸25分钟 水开后即时 大火蒸25分钟 哦 先补沙 蒸好后关火再焖五分钟 哇 好香啊 哦 这也太完肥了吧 刷辣油轻轻一按牙就脱膜了 哇 没有比例不用揉面 也特别的成功 蓬松轩软香甜 真的居好吃 但是